就是其實你看很多真正的爆雷的公司 他們在爆雷之前 大概都會看到說就是 它會有一些大額的 聽說麥克風你有三種這種特殊狀況的時候 你就會吃骨出青對不對 是 我持有這家公司的話 我會每一季去觀察它的 應收戰狂還有存貨 是 那如果應收戰狂跟存貨有標高的話 我就會特別去注意 那標高到什麼程度你就會出青呢 通常來講的話 因為這個必須要去看 就是這家公司的它的一個循環 例如說像是電子股 它很多公司它的旺季是在第三第四季 對 例如說我們講的所謂的平概股 它的一二季通常是就是淡季 然後三四季會比較旺 因為通常是第四季發售 第三季要開始被庫存 對 所以說當它的那個存貨跟應收拉高的時候 我必須要去注意說 它這個存貨是不是 能在就是接下來在當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適當的把它消耗掉 那它的帳款是不是能夠回收 那它如果能 它如果就是應收帳款跟存貨長期的 異常的跳高 那跳高你不知道它的原因的時候 是 你可能就需要去比較保守的去看單 對 因為這個沒有一個所謂的絕對值 像是例如說 好如果你是一個蘋果概念股 你之前沒有接到蘋果的單 你在某一年突然接到蘋果的單 那你應收你的存貨拉高 那是非常正常的事 對 因為蘋果它這場做的事就是 它拉你的帳頸 你可能要半年以上 你出了貨 你才有辦法收回款 對不對 而且它通常一次就要包你整座場 對不對 所以說就是它 單純的數字拉高 那只是一個警訊 它是一個就是 它單純的拉高的話 你不知道它 就是一個訊號 對 它只是一個訊號 它不見得是代表好或者壞 你要去探究它背後 就是為什麼它會拉高 對 那如果你不知道原因 它拉高了 對 而且在接下來幾季 它沒有降下來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稍微的 提高警覺 是 最近市場上面有很多關於 做假帳這件事情 做到非常誇張 然後震驚整個股票市場的案例 都有 就不點名哪一家了 那這個沒有辦法提前知道嘛 大家那麼大的 會計公司都在集合 也沒這個下場 那你怎麼判斷這種事情 其實我覺得就是 應收帳房跟存貨 這個就是這兩個數字 就是一個很好的很好的 很好的觀察 相對來講 對 而且就是像是 如果你去看財報的話 其實美季的季報 然後你可以去看 它的應收帳款的帳雷 對 那當你發現說 就是其實你看很多 真正這個爆雷的公司 他們在爆雷之前 大概都會看到說 就是它會有一些 大額的應收帳款 然後時間拉拖得非常的長 就是像是之前爆過的 爆過雷的公司 我甚至有看過 就是 應收帳房 帳雷超過一年以上 對 那種就是基本上 你就知道說 這個有很大的機會 錢收不回來 是 就變呆帳了 對 就會變呆帳了 對 那其實另外一個就是 你也可以去看它的 自由現金 這其實這三個是連在一起 是 對 對 就是 它 它 公司它可能看到 它有營收 它有獲利 對 但是 它沒有辦法把這些 帳面上的營收獲利 變成現金 變回公司 是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警訊 所以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在看公司的時候 我也會去看就是 公司歷年的現金 自由現金流量 對 最好要是正數 所以你就歷年的現金流量 你會往回抓多少年呢 通常我會看個三五年 三五年對不對 對 因為你看單年其實 意義不是那麼大